一共四个offer 一个是纽约的那个叫SEA 一个洛杉矶的Art Center 然后Sharing的是两个offer 一个插画一个动画 就四个专业都我觉得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好 其实去年这个时候 我记得当时冯老师刚刚把我们拉到家长群内 然后就正好大家就是说offer的一节 然后我们就看见上一节的孩子 就各种offer就弹出来那种感觉 当时我就在群里说 明年就到咱们了 然后没想到今年就可以看到Crystal的 各个海报就弹出来的那种感觉 我很骄傲 说实话 这个出乎我的意料的 就是好成绩吧 因为其实Crystal虽然是一个很好的孩子 但是我对于她能够在艺术方面能够走多远 我一直是没有信心的 一方面我们家是完全没有艺术方面的基因 或者家里没有人去做这一块的 然后我们也完全不懂 然后至于该怎么就是往艺术方面培养它 我是一点概念都没有 你说理工啊或者是文学 其他方面我觉得都还稍微有一点概念 但是艺术相当于隔了很远的行业 我觉得有一点概念 小时候呢就是总想让她多尝试一些不同的兴趣爱好 看看她对哪些方面比较擅长 一开始是这样想的 然后那个时候少年工也给她包各种画画跳舞 然后体育各方面都去尝试过 那么有一些是还包括弹钢琴 那有一些是完全不行 然后她对画画是从小就比较有兴趣 然后在少年工一直学 学到后来儿童画学完了到那个阶段 我们就来加拿大了 停了一段时间 后来到最后她说到了要真正涉及到要想 上大学开始想这个事情的时候 就说要不去学一学画画试试看 然后就开始让她在这边开始去 她是在我们在加拿大十年级会 孩子会上一门课叫career life 对 那个我也完全没有管过她 她就自己不是要选一门 她们有一个课程是要选一门职业做调查 包括这个职业 你希望就是从事什么职业 然后你来选做这个行业你需要什么样的教育 然后包括这个行业能够赚多少钱 能不能支撑你的生活所需 然后包括买房子要多少钱买车要多少钱 她就下了这个决心 当然之前也在这边学过一些去其他的一些老师那里 学过一些基础素描啊 油画这些 但是她最后做完career life这个project以后 她就觉得说我要学画画 然后我们就去打听各种就是同学的家长啊什么 就去各个渠道去问 就是说如果想学画画上大学 那我们需要做什么 然后就很幸运的我们有个同学的妈妈是 是Maybo的妈妈 Maybo是NPC的优秀毕业生 然后包括现在大学毕业也是在从事相关方面的 做得非常优秀 然后就问了她妈妈她妈妈说 她们是在NPC学的 就过来找冯老师聊了一下 找韩老师聊了一下 然后就觉得 当时Maybo妈妈跟我说了一句话 我觉得特别有感触 她说我之前想说学画画 就去这边随便学一个艺术类专业 Maybo妈妈就跟我说 你来了NPC Maybo妈妈说你来了NPC 你的心就会变大 就会觉得美国也好 然后顶级的专业都不是问题 都不在华侠 Maybo妈妈是这么跟我说的 然后我也就是试试看吧 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对我们出动挺大的 就是我们来之前 就正好国内有那个叫哪吒 那个动画片电影上 然后那个电影非常的好 然后呢我觉得应该是对她有一点 触动 然后后来她来了这边以后 最后就确定要学动画 然后动画哪里最好 就是Sherden的动画专业 那么当时我们来的时候 跟安老师聊 老安就说 哎呦这个专业特别难考 比哈佛的录取力都高 我也就没有说一定说能上没有信心 当时也不知道 所以就还是要学就让她学 至少我们有一个比较高的目标 那我们就算摘不到那个桃 那接下来我们的起点也不会太低 我当时是以这样的心态去就是说跟她说 我说我们努力 但是能不能做到是不知道的 但是其实还是如愿以偿 我觉得特别特别的高兴 心疼很心疼 但是孩子很长一段时间她手机的那个平保 是一句话叫热爱能抵岁月漫长 我觉得这个学画画真的是非常非常苦 我以前不知道 比我们学理工工或者学什么苦多了 那种非常枯燥 可是你又要有创新的能力 然后这些东西完全设想不到的 然后很辛苦 但我记得当时她从十一年级开始 上那个概念这方面的课程 然后哇 只要放了雪就来这 晚上回家还化 有时候要化通宵 周末两整天周末都是在这 我当时算了一下每个星期 化40个小时以上 我觉得你要是真的没有这份热爱 是坚持不下来的 那一定是坚持不下来的 那时候多心疼啊 晚上通宵 然后可能睡两个小时 就要起来上学校的课程 这个苦太辛苦了 你一定一定是的 就是你一定有付出 你才能够有收获 当时我记得从小我就跟她说 我说我不需要你 就是有一个多大的成就的目标 但是你一定要做到你自己的最好 你以后就不会有遗憾 那么我们尽力去做 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 就是什么样 那现在至少目前为止 我们取得了我们能够达到的最好的一个目标吧 其实我觉得我们没有去影响孩子做决定 一切的决定都是她自己做的 她想要 她为之努力 这样她会觉得值得 我的付出是值得的 那么但是一定要有这种沉淀下来的 各种复杂的难的一些作业的 就是做这些的 要心要静得下来才能做这些事情 怎么说呢压力很大 压力真的很大 特别是最后提交作品集的那段时间 我是从小到大 我没有跟她说过重话 但是那会儿真的急了 说了一次 然后其实还是后悔了 因为我觉得她已经尽力了 就真的她自己在用她的所有的来做的话 她能够做到什么程度 其实我们都能够接受 应该接受 但是一定要尽全力以后才能够接受这个结果 我觉得愿意学是一定要喜欢 这个是首要的条件 必要的条件 第二一定要做好吃苦的准备 我是我们能做的只是在旁边加油 呐喊做好后勤保障 那所有的路都是孩子自己去走的 我觉得还有什么想说想说的很多 哈哈哈 因为很快就要离开家去自己去走自己的 独立去走自己的 接下来的人是一个全新的女生 那么我相信孩子本身 我也把她教育的很好 善良努力 然后愿意去付出她的爱 这样能够可以说周围会有朋友 然后特别是像他们这样 有五个孩子是收到了动画专业的offer 对吧 那么大家一起互相鼓励互相支持 就是在NPC就是这样的 那以后应该是也会在一起就是人生这个起步阶段的好朋友 就是一辈子的好朋友的这种互相的鼓励和支持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 然后还是这样一句话尽力去做 能够做到什么样子就没有遗憾 就好了 感谢NPC 这就是扩大了我们的梦想的感觉 就是之前完全没有想过的我们能够做到的 安老师真正的是非常非常有经验 而且有爱心 真的是很爱孩子 你能够看得出来他对那些孩子就是那种爱法 然后很负责任 然后就特别特别的 就是在我觉得在申请艺术类大学北美的 申请艺术类大学的这一块 安老师真的是牛 就一个字 然后包括冯老师和张老师 真的是就我就记得冯老师在那个群里的 那个名字叫财神奶奶 我们就都很喜欢他 我才是奶奶来的发红毛 然后就是真的就是特别乖 爱我们这些孩子 包括张老师对这个申请大学 这方面很有经验 包括之前我们一直沟通说雅思成绩啊 或者有些哪些要做呀 就反正NBC真的做得非常的好 我会跟 我已经跟很多朋友都推荐了你们 你会也会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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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真的 谢谢 我